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对比较弱势 比大盘还要月经线之下的股票 我就跟你提醒过 先避开 不买它 保守一下不会怎么样 1月28号这一段期间 该避开的200多点都提醒过了 1月28号当天尾盘 我7694再提醒大家一次 跌不下去了 大盘准备翻上 因为在7648当时 这一波 从7744当时的跳红缺口下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强调 该避开的一波 它已经出现 又跌不下去 当天1月25号翻涨上来的事实 来到昨天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各位我知道最近这几天 可能看到大盘凡然上来 很多人想去做空 但是我跟你强调 昨天我来节目之前 1月29号 10点15分 控盘动能 这是短线的 多方虽然减弱一点 没有那么强 但是从它开盘 跳空越过7744点以后 就直接吞到空方缺口 这是很强的格局 因为目前你还看不到什么特别利多 那我告诉大家 这么强的格局 利多在后面还没有出来以前 你不能空啊 我相信今天这个大盘 再往上走强 你完全都掌握到 我昨天就讲了 我再度的把这个转折抓到 那抓到转折以后 你一定要转化为你的利润 我今天再告诉大家一次 其实台北股市这一波再度攻坚而上 最重要就是 前几天 台湾的景气 正式的走向绿灯 各位这非常的重要 这对于我过去 我在法人圈的时候 看这景气的一个讯号 何时一个景气 它有一个趋势 来到了黄蓝灯的时候 又转回绿灯 这就代表整个台湾的景气 已经衔接上来了 那你做股票 最重要就是享受景气的 一个上扬的成果 所以呢 今天的大盘 来各位 我之前跟大家提醒过 如果月均线 没有办法完全站上 我相对保守 这OK吧 我保守的时候 只有带各位做生计股 这段时间 日线 控盘动能 全部都是在空方主导 一直来到昨天 是不是跳空 越过我讲关键压力点以后 控盘动能 开始翻多 那因为目前 20天期月均线的扣底 各位你注意哦 20天期月均线的扣底 目前在这里 昨天一举 化解月均线下弯的压力 这代表目前整个大盘 只要量慢慢的震荡滚出来 你就算有回撤到月均线 各位 那就是拉回你的机会了 我坦白讲 我今天我在测标告诉大家 因应景气的动作 宏达店概念股准备了 我坦白讲 我希望这个大盘 不要冲太快 最好还有给各位 接近月均线布进的点 可以让大家可以布局 但是很不幸的 我几个事情要分享给你哦 为什么我在选在今天 之前300块上宏达店 我请大家不要追 请大家先获利一趟 现在我回头 生计赚过以后 我再度告诉大家准备了 各位你来看 如果这段期间 你没有跟着我的宏达店的卖动 这样子的插价操作的话 我相信 你过去一段时间的宏达店 你还在短套在那里 而我所告诉大家的台微体 换到这边以后 各位啊 台微体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 有没有给你看到 昨天又创新高价 那今天台微体呢 各位这不用多讲了 还是要创新高价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来你注意哦 昨天我就讲了 我315 325 326 345出二分之一 后来345到35 你又把他买回来 等于这一趟是没有赚到什么了 但是整个波段 我告诉大家来到昨天 社庭力报 我不再追价了 我告诉各位我不再追价了 各位你看到了 从315到目前这一波 一张利润已经多少万了 好各位 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为什么我敢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这是我的实战绩效 我这个人从来不演假枪 我也不跟你虚假的 过去一段时间 从去年11月 我一直都在讲宏达店 到现在 这一波中间大盘休息的时候 我衔接的生计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台北股市 气氛最热烈 未来议题性最强就是生计 但是我相信许多人 你会发现得到 生计的福源广大 那尤其像台卫体 其实你拿他的量跟宏达店比 不多啦 那个量差太远了 所以台卫体 我相信很多人 可能你说宏达店跟我退出以后 你可能也不敢做 那不敢做是因为不够专业 害怕不敢做是因为你找不到趋势 这个情有可原 但是台卫体没有 那你总可以注意到建亚吧 建亚 41块 我是告诉大家 来 回测下来 量的支撑点 有没有一波上来 41块 拉三根以后跟你讲 回档以下再早买点 有没有43块65买 各位 这一波上来到目前为止 这是我早上印的图啦 最高来到45块25嘛 已经累积超过4块了 那生计股 低价低档的 我会愿意报 我部分资金已经开始在做调节 没有错 但是低档低价的我愿意报 甚至我会告诉各位 我生计股谈的没有几家 德英 当时告诉各位的这边的动作 这里的动作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当时目的就跟建亚一样 我是布局新要低价的股票 那目前这里 这里进场了 我承认了 小培一块 没有关系 因为我相信你不会在乎那一块的价差 重点是 我准备重回 关键性的电子操作 各位这非常重要 我知道投资朋友现在这段期间 有的人可能要面临到 所谓过年的时间了 那你要警惕我讲一句话 警器的趋势不容易形成 从去年年底 警惕从蓝灯翻为黄蓝灯 我告诉大家 今年的警惕绝对会上来 因为第一季跟第二季的GDP的 位阶点相对是低的 所以当警惕翻上来的时候 我问各位 你认为你要买什么样的族群 什么样的公司 最有机会衔接警惕的上涨 而且利用 而且利用大盘现在 农历年前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不应该布局 那假设你把它排除放假的因素 我们这种一个合理常态来看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 原来警惕上来的时候 多头趋势它就是多 那你要布局的股票 就是把握警惕上涨会领先的龙头股 所以呢 我在今天再度告诉大家 宏达电概念股大家准备了 我等一下会分享给你听为什么 因为未来的智慧型手机 警惕好 一句话 智慧型手机 目前还是全球成长率最高的电子产品 你不要因为苹果的iPhone 5卖的不好 就把所有的智慧手机看的不好 那是因为苹果的策略不对 不代表很多的智慧型手机厂商的策略 就没有办法干掉苹果 那我要提醒你的是 我知道这几天 虽然电子股有很多股票跌身反弹起来了 但是 很多人现在 看着大盘振振荡荡来来回回起起伏伏 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你会赔钱 很多人过去一波都在赔钱 因为没有避开该回挡的那一段 那赔钱原因是什么 各位你买的时候有没有东西出面去买 有没有在买东西出面去买 苹果概念股有没有用西出面去买 那买了以后套住了 你有没有用你的基本面子安慰你自己 苹果iPhone 5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等到苹果从700跌到600 600跌破500 500又跌要剩下四字头的时候 你苹果概念股早就出了一干二净了 跟你也没有关系 但是各位投资朋友 我认为啊 在股票市场操作绝对不能够这样子 你永远都要领先 会领先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比人家专业 另外一个就是把趋势抓得比别人更准确 你用趋势去弥补你 没有办法专业的事实 趋势在哪里 好各位 我昨天跟你提醒了 我说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的市场还是很大 我回头开始注意电子 我一定是先从低档均线纠结要翻扬 外资默默大买的股票开始着手 这档转机的电子是留给许多投资朋友 你假如资金不想放这么多的 留给你作为一个可以报股过年的礼物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 你很快的就会见到大不成长的现象 既然华为有办法卖到全球前五名 那很快的智慧型手机就会从此荣景 那这档个股是唯一 我再强调一次 我相信昨天会员该布局都布局到了 这档个股是唯一一档 中国智慧型手机最重要的概念股 我还不要公开 我不公开的原因 需要让许多投资朋友 你假设你之前一样是电子 你之前没有跟我做红达电 你之前你所做的苹果干净我都赔钱 好 那一样都低档的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要买也要买智慧型手机当中 相对来讲市场比较庞大的 中国就是一个例子 苹果的iPhone在中国 现在还卖出很多Android这里的产品 所以各位 你不是没有换股的机会 你有 但是时机要把握 不要等到大盘 现在越走越高的时候 你又开始恐慌 各位 机会永远在你眼前 股票的动作 有的时候站在一瞬间而已 所以 来了 既然连低档的飞瓶这里的股票 我都认为有机会 那宏达电呢 那宏达电呢 还记得吧 去年11月 宏达电 跌了21个月以后 我告诉大家 抱一个会实现的梦 你放眼过去 全台北股市 有什么样的公司 有办法像宏达电一样 为什么独独只有他 有办法一次又一次的挑战高点 曾经最高120 后来又来1300 现在 他凭什么有实力 在景气隆景之下再度上来 各位 我请各位 你千万不要拿大力光跟他比 你也不要拿华硕跟他比 因为真正智慧型手机当中 最有成长率的产业4G里头 唯一一家自由品牌的公司 全球 通通品牌都认识的 它叫宏达电 我们光讲这一点就够了 你就足以证明 为什么跌了21个月 我在11月的时候 搬多上来 搬多上来告诉各位 第一个 跌21个月 板谈5到8个月 这是很基本的技术逻辑 如果跌了21个月的宏达电 你还怕 那我只能讲 很多人的财富 就这样默默擦身而过 200块以下那一波 到300以上 我们赚了100块 我讲了很多次了 我相信你看电视也都完全跟上 但是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不谈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在观察什么 各位 我们看短期的宏达电 去年的9月底 325块 跌到191块 这一波的跌幅 134 我知道很多人这一波反弹起来 250 247 通通都走了 你更不要讲到280 290 跌下来通都散了 但是各位啊 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 这一波跌幅134块里头 你要谨记一个原则 反弹起来 假设你都不认为它是回升 你认为它是反弹波的话 那你记住 0.618 134块 0.618 反弹起来 273.8 这是 整个由空方超跌段 要转为多方的时候 最重要 0.218 跌过以后 很关键性的点位 这个点位就足以证明 这一段压下来 为什么273块 它一路 它都没有破 因为 回挡下来 0.618的位置撑住 它预告了 后面第二段整理完成 就是所谓的主声段 各位 那就是主声段 主声段里头 是长得最远 长得最强 而且基本上 显现最强的时候 你不做主声段 那怎么留给别人 以后默默祝福了 而我们的团队 我再告诉大家一次 你看了我的节目 之前可能宏达店 200块下没跟到 那现在你要注意 为什么请你准备 我相信这一段 也折腾很多人 那我们是完完全全掌握到 因为我很了解 以过去台股 公司派来做最习惯的 第一段先撑给你看 第二段叫做做线图 做线图的时候都很辛苦 你不要让宏达店 这一波273 它真的把它稳住了 你目前以昨天来284.5收盘 我观察下来 你这一波的低点283好了 283到273 我告诉大家 10块的空间 这10块的空间 如果0.618的位置 273给我守住 我这10块的空间 我所要拼的主声段 各位 你用10块 现在如果是红达店 用10块的空间 来去跟未来主声段 200块的利润 你说这样的操作 你认为漂不漂亮 这种公司叫有量有价 我都预告在前面 那为什么预告这件事 我知道最近这个大盘 景气最近刚翻上来 很多人可能认为农历年前 还在那里等待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好谷不会等你 从技术面的结构 到整个红达店后面 今年的2月还有M7要推出 以及半岸红达店还有很重要的 其实在中国大陆那边 我观察它Butterfly卖的销售率 非常的高 红达店在今年的1月15号以前 中国大陆的Butterfly 早就已经预购全部销售完毕 继日本 台湾之后 中国大陆也一样 我想中国大陆市场有多大 你们都知道 那现在的产品线越来越齐全 当红达店的M7出来以后 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红达店这一波M7 它必须要在2月多才推出吗 之前都不在所谓CS大胆去跟人家拼 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它想要做一家 真正做有精品手机的公司 你不要以为 现在中国大陆的华为或者中兴 或者像日本的Sharp推出来那种5寸的手机 感觉上好像规格跟红达店很接近 各位你去用看看 你很多投资兵 你真正在手机店走看看 你去用看看 你会发现得到 原来那些手机 除了规格类似以外 用起来的感觉 整个手机的质感 厚度薄度 完全跟红达店不同 这是红达店 欲我奉凡要再起的一个事实 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 基本面如果没有带上来 我相信县途再怎么做非常漂亮 后面也没有办法走出组成段 那我现在研判 机会就在这里 相对而言 我要告诉大家 既然红达店你知道了 那红达店的概念股当中 我等一下回来以后 要告诉各位一个事情 既然这次要回头 班师回朝 好好把握 电子股景气的荣景 来各位 可成 我等一下回来跟你分析可成 因为很多人也知道 红达店里头的供应链公司 叫可成 那可成这一大段下杀 大家都很害怕 那第二只脚开始成立的时候 它凭什么有机会上去 我等一下分享给你听 你想听的 或者说你知道 这是个机会的人 节目不要转台 我要更进来内容告诉你 但是要谨记 时机不等人 电子股这一波 已经修正下来过了 修正下来就是大家的机会 不懂得如何操作的人 没关系 张老师我这里 随时等待着你 跟着我们同步 进口网友点赞回来 秋冬小心干 蓬蓬珍珠奶浴 给肌肤喝奶奶 舒缓干燥肌肤 喜后滑润舒服 我的秋冬没干扰 蓬蓬珍珠奶浴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心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 不执着的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你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助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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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书啊 弟兄你头状啊 嗯 我也就要笑脸啊 啊 是呀 不含PPD的染发霜 我只相信566 566染发霜 我用起来很放心 染起来就是自然 染发霜 我只相信566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心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 不执着的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你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住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心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 不执着的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你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住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忘来了 过年就是要忘忘 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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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就是要忘忘来 你忘情意忘 忘忘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投资朋友们 我这一次再度的回头锁定 景气成长之下的电子股 并不是因为市面上大家所谈的 什么一个贬值的因素 等等的理由 我告诉大家 台币的趋势 转贬也不会马上一路性的喷出去 它不会贬得太过于离谱 你不要以为说这种贬值就叫电子股 大家通通都可以看好 电子股的部分贬值是一个题材理由 它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以后 慢慢的续航而上 但是在这当中 唯一最重要的是谁能够在景气里头胜出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苹果概念股你有反弹 那也是仅止于一个反弹的现象 因为苹果概念股的部分 还要等一段时间 当飞瓶镇你的手机都卖得很好以后 它才会推出另外不一样的产品出来 那你这一段期间 我可以告诉你 苹果预计新的产品 也大概要拖到6月份以后才会肯出来 那假设这一段期间 就像我讲的 为什么宏达店跌了21个月 你一定要去衔接起来 你算一下嘛 跌21个月 不管外资的借券 或者市场上的农券空单 有没有这一波都在200块附近空得很快乐 都被嘎上来 嘎到现在都还没输 但是跌21个月 你把它算一个去年11月反弹个8个月 你有没有发现 正好就衔接 第一个4月份 4月份 准备要股东会改选以前 强制回补 再过两个月 股东会正式启动 然后到了7月 又要准备除权除息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宏达店这跌21个月 月KD地涨黄金交叉的部分 在我看来 是许多人的好机会 我已经从最低档坐上来了 到目前为止 我不会再改变我的看法 因为有时候大盘休息的时候 我们当然资金可以做更有效运用 如果这一段时间 我没有先把宏达店转到台位体的话 你利润怎么累积 拿来那边时等我等 那现在重点来了 为什么我强调机会又到了 各位 因为未来宏达店的M7 有一个很关键性的部分 可能要重拾金属机壳的一个使用 那这金属机壳的使用 来 靠的是可乘 为什么靠的是可乘 因为金属机壳 可乘的机壳CNC机台的实力 各位 全球无人能及 你不要以为可乘是叫做 所谓苹果概念股 最早期可乘就是宏达店的概念股 可乘的毛利率4成以上 如果你把它拿去跟苹果概念股比 你就会发现到 那可乘也不过就是跟红准差不多而已 也是做金属机壳的 但是各位 为什么可乘的实力远远胜过红准 因为红准毛利率只有个4 5%而已 可乘毛利率4成以上 因为这里头的 这个产品的差异 重点就要看这家公司的内涵 我也知道最近 我讲可乘好了 各位 很少有人会提醒你 这波可乘跌跌跌跌下来 我相信苹果概念股 你把随便你怎么当它都好 确实这一波也是压下来 那压下来部分117.5 你可以叫第一只脚 这123最近第二只脚出来 你就不要让它一不小心 真的过151 真的过151的时候 后面就是大底完成的主生段 那凭什么要有主生段 要有基本面啊 你一家公司要做难道不用基本面 各位基本面在哪里 请你不要再把它当成是苹果概念股 目前可乘最重要的是来自宏达列M7的机壳 这M7的机壳的部分 我知道 最近有一家机壳公司上来 叫凯胜 各位大家讲说核硕的公司很不错很不错 那凯胜要不是因为有筹码面的优势 各位凭什么现在一样130-140块的股票 跟可乘价位身段一样 凯胜去年EBS在5块多啊 可乘去年EBS是多少 各位12块啊 白白同样的 那一样的价位 那获利去年的水准不同 可乘的获利水准至少都12块起跳 那我请问各位啊 你到底要投资什么股票 我想说答案很清楚 要是我 我不可能建议会员去追那什么凯胜 因为你一比就比出答案来了嘛 股票现在可能它还没有大涨给你看啊 但是可乘的部分 没有大涨 它是要为了它的实力 毕竟股本有嘛 所以相对来讲 你在低档位置去留意 你绝对不会输 我常常讲的 这股票不要三零上玩 很多人就喜欢三零上玩 之前的大力光 之前的TPK不就是三零上玩吗 那现在低档的股票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告诉大家 未来机会在哪里 我想可乘 很抱歉时间快到了 摄影师提醒我剩一分钟了 我讲不完啦 我绝对一天是讲不完的 我知道之前可乘大家都在吵 到底要不要回台投资 各位 我可以去台南走一招 你就知道了 它除了宏达电的机壳以外 还有秘密武器 我这个我都先不谈 但是我要提醒你 我一定会利用 我强调过了 大盘刚攻击上来的时候 震荡回撤在取量的时候 我找好的机会做布局 投资朋友 如果你认同我的呢 我欢迎大家好好把握 这一次的机会 过年前到底要做什么股票 衔接后面紧记行情 一句话 买最有实力的公司 我准备好了 也希望你准备好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无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胜评估并资付投资贡献 无不当之财 吸法乳 添加女王风乳 让秀法像女王般 无量柔顺 五六六 吸法乳 五六六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新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 不执着的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 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助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零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零二二五七九一一五五 在传统的年节礼俗中 过年总是要讨个豪彩头 长生果代表着长命百岁 红枣意味着年年都好 甜糖祝您福入满堂 旺旺先辈 当然象征着人旺运气旺 赶快来吃一个旺旺才会人旺运 亲爱的朋友 祝福您新的一年 身体旺旺 事业旺旺旺 股市冠军张老师投资新法 生活简单就是幸福 但学会简单却不简单 不执着的人生才会更轻松开阔 股市投资本就有风险 输就输在 你太执着 人性弱点我掌握得到 服务助人更是我的理念 每日赠送研究资料 免费索取专线 022579-1155 甜点时刻 喝双剑茶王 油腻甜腻 双双